哈囉 今天要介紹一下 MovieMaker 這是Windows內建 這從以前的XP Win7、Win8一直都有 現在Win10它一樣是沿用Win7、Win8的 我現在開的視窗就是 MovieMaker 那它可以做什麼呢 可以做一些簡單的照片跟 音樂的結合 做成影片 做成影片 這個呢就是有別於 有一些比較困難使用的 編輯軟體 這是一個非常直觀簡單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介面 先打開 Movie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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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你要先找到你的MovieMaker 不然你打不開 然後再來呢 上面這裡 有幾個功能 在後來的軟體呢 它都習慣把 像後來的Word啊 Office系列 它也都是把 標籤做在上面 常用的 動畫 視覺效果 專案檢視 今天第一堂 我就先講一下簡單的 好 那我們呢 要怎麼樣開始呢 我們現在這個裡面呢 都是沒有東西的 沒有東西的 那我們現在先來加 加一些照片 假設我們要做 一個 照片加音樂 它很直觀 它可以直接 拖曳拉進來 拖曳拉進來 好 這是第一張照片 第二張照片 第三張照片 你可以一張一張拉 或者是全部一起拉 假設我現在選擇 後面這幾張 拉進來 它就全部都排進來 那 排完之後呢 你可以按 下面這裡有個播放 點一下 它就開始播放 中間這條槓呢 左右 你可以調整 預覽的 影片大小 右邊它會跟著移動 那在右下角這裡有一個 減號跟加號 就是你要做微調的時候 你就要把它放大一點 你有沒有看到它 變得越來越長 那是因為我們 檢視的 時間 這一段 原本是7秒 你看你把它縮小 它雖然還是7秒 但是 就是我們編輯 假設我們要剪 這一段 到這一段 好 假設是1秒到 3秒 但是呢 我們這樣子看不太清楚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放大 按加號放大 那我們1秒到3秒 1秒 大概在這裡 那3秒呢 大概在 這裡 好 這個範圍就變得比較大 就可以採檢比較細 採檢比較細 那你每一張照片呢 先把它縮小回來 那我們每一張照片呢 它的 時間長短 怎麼樣來修改呢 我們現在點到 其中一張 然後我們點 上面 影片工具 在我們丟進去照片之後 這裡就會多一個 影片工具 然後這裡點 編輯 好 這裡有時間 假設我這一張 2秒 好 這張2秒 這張呢 有沒有 預設都是7秒 那我們一樣 2秒 那我們也可以一起設定呢 Shift 全選 2秒 每一張都2秒 那我們再來撥看看 它速度就變快了 每一張都變成2秒 每一張都2秒 好 每一張都2秒 那再來呢 那我們要怎樣加上我們的音樂呢 加上我們的音樂呢 那我先把我的音樂關掉 我們要怎麼樣來加上我的音樂呢 當然是要先準備好一個音樂 當然是 不能用一些有版權的音樂 像這個就是YouTube 下載的音樂 YouTube 它的無版權音樂 這都非常好用 好 那拉進來之後呢 時間長度 好 你可以就播看看了 好這樣簡單的音樂加上照片的功能 好這樣就好了 那這樣呢 我們的音樂 結束的時候是不是跟照片 會同時結束呢 你看我們拉進去音樂之後 上面又 上面上方的地方又多了一個音樂工具 我們可以點一下 好 點一下 點了之後呢 我們就會發現 它裡面有一些可以讓我們修改的 你看我們這個終點是126秒 這首歌有126秒 那這個 時間呢 我們照片的時間只有24秒 好所以它後面 都不會出現了 那你看我們音樂播到這裡的時候 會突然斷掉 好你可以聽一下 好就會突然斷掉 那這個要怎麼解決呢 我們在音樂這邊 好我們一樣選到音樂 然後點上面音樂工具的選項 這裡有一個彈入彈出 好 我們歌的開頭當然不用 我們可以使用一下彈出 無視看看 好它會慢慢的變小聲 然後 慢慢的變小聲結束 你可以聽一下 好 它就是慢慢的 越來越遠的感覺 聲音越來越遠 好它就慢慢的彈出了 好那除了這個功能之外 我們現在音樂 我們音樂也弄好了 照片也放進去 那它有哪一些功能呢 再來講一下簡單的 好 這個 動畫的效果 動畫的效果 選擇其中一張 假設我這個 動畫效果 這張照片就有一個動畫的效果 模糊出現 好模糊出現 你可以再試一下 好模糊出現 那還有呢 它每一張照片都還可以做移動 移動 我先把這個時間呢調長一點 假設我第一張調7秒 好我每一張先調7秒好了 7秒 好7秒之後呢 我們一樣選到第一張 我們再回到動畫這裡 好這裡有一個 像上下左右的 動畫裡面的 右手邊 有一個 旋轉的 這可能會比較明顯 像我選擇旋轉有沒有 這裡就會出現一個 你有使用動畫的 標誌 然後你現在再按播放 好他就會 照片本來是不會動的 像第二張 好當你加上 效果之後 他就會 像這個 移動 慢慢移動 好他就慢慢移動 從右邊移過來 好 那你呢 再選擇 這個是第一張 第一張的 這個動畫的效果是 前面自己一樣 你要翻出來也可以 我再試一下 假設是這樣 翻過來之後他會有一點旋轉的效果 就是我們用兩個 一個是這個 一個是這個 兩個都用 再來選擇 第二張之後呢 我們跟第一張的交接的地方 交接的地方 原本是 好 原本是直接就跳過來 第二張 原本直接跳過來第二張 那我們要怎麼樣讓他順一點呢 我們點到第二張 我們的黑線 會在 一二張中間 一二張的中間 好 那一二張的中間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選擇 轉換的效果 這個動畫就會變成轉換的效果 那他的功能就非常多了 你要哪一種轉換效果 用爆破的可能比較明顯 好選定了之後呢 你看第一張跟第二張 原本沒有 原本交接都是這樣 直接跳下一張 那這邊就會變成 爆破的效果 好有看到 爆破的效果 像這樣 好再播一次 爆破的效果 好那我們一張一張選 可能麻煩啦 所以我們後面 一起選 然後 全部選擇 爆破 爆破的效果 好或者是你要用別的 它有很多效果啦 像這個 它有旋轉 像這樣 轉換的效果 好這樣子你的 整個影片就感覺就不一樣了 好 那我們還是用回我們的 爆破的效果 看起來比較明顯 好或者旋轉 好爆破的效果 那好了之後呢 我每一張都想要讓它有移動 好每一張都想要讓它有移動 那我們要怎麼辦呢 一樣全選 好全選 然後下面這裡呢 有一個 自動 好點選自動 自動是什麼意思呢 它每一張 有可能 左轉 有可能右轉 有可能往上有可能往下 就這些都有可能 好我播給你看 好這個是 縮小 有點縮小的感覺 這個是有點放大 它就是隨機了 自動就是隨機 好這樣子它的功能就很多了 好這樣功能就很多了 所以它的自動就代表 它每一個 每一個的效果都有可能會出現 好每一個效果都有可能會出現 好那我們做完了之後呢 我們前後 通常都會加上 一些 可能製作人啊 那後面或者是加上音樂出處或者是什麼 音樂出處或者是什麼 像前面呢 我們就可以加上標題 你看在常用的標題裡面 這裡就有一個標題 你可以點一下 好它就出現了 好假設我就不改了 就按照這個 還是我們改一下 旅遊 夜勞 火載 旅遊 好這樣 那字型呢 你也可以自己再選 好那它字題呢 也有很多功能喔 像這個 好點一下 它現在已經選到文字格式了 好文字格式 你如果跳到別的你要記得 選到文字格式 然後再來選擇 好效果 效果 好 這樣的效果是不是就不錯 好然後影片就開始了 那最後的部分呢 我要加入參與名單 參與名單 假設是 像這樣 最後加在最後 那你最後也想要用一個 轉場的效果 好在動畫這裡 好 隨便 那你也可以試一下 好 好那你這個字的 動畫一樣在這裡選 好在這裡選 我一樣用這個 或者是用這個 好這個也可以 好這樣你做的影片 好就非常的有 許多效果 好就不會很單調 那我們最後怎麼樣來輸出呢 檔案 好 儲存影片 好高解析度 或者是只有音樂 好你如果只存音樂 就是選這個 高解析度 點選 好按一下桌面 那名稱就是 好按存檔 好完成了之後 我們來試播一下 好試播一下 好 就從剛開始啊 然後有一些轉場的效果 然後這照片會有 旋轉的效果 好再看一下 一張 爆破的轉場效果 然後這是 從大縮小的效果 然後看一下最後的 結束的效果 好結束的效果 好這個 你會了這些基本的功能之後呢 你再來就可以自己去玩你的 創意 好玩你的創意 好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謝謝